來到了八路大軍備戰一百世界盃的part 3 part 2 我們就說了如果國家隊沒有了超級巨星的話 都要想辦法作出兩手準備 而其實阿根廷這個星期的友誼賽裏邊 就是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就是美斯沒有上陣 那就可以真的試一下 找個人出來擔碼大旗 究竟誰可以做得到呢? 那一定是戴巴拿 但是教練就沒有選他 其實都是錯失了梁姬 那你說我試一下全新人 而且呢 都沒錯的 你是試了些問題出來 試了些新人的問題出來 不過究竟呢 教練的申保利的能力 可不可以解決到這些問題呢? 那阿根廷本土球員 就是由阿根廷聯賽出身的球員 傳統上邊呢 都是絕大部分沒有整體意識的 那通常我們見到一些有整體意識的阿根廷球員 其實他們都是去了歐洲浸淫過一段時間才OK的 那美斯專輯的那段專輯裡面呢 我就已經講了 就是二十年來阿根廷的歷史 那球員的整體意識呢 持續都是不合格的 那來到呢 二零一八年啦 這一班本土出身的年輕球員 阿根廷的新人 整體意識是不是真的好到可以 不需要考慮選在意大利浸淫過的大巴拿呢? 那但是啦 如果這班球員 和他們二十年以來的師兄一樣 都是沒有什麼整體意識的話呢? 那教練是不是真心可以有信心 將這一班本土的年輕球員 短時間內 是可以思想提升呢? 還是那個教練 心拍利 都根本是完全看不到有這方面的問題 還是想著呢 出絕招就OK的了 讓美斯回來一條人 解決所有的問題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又會衍生另一個問題出來 或者叫做呢 又回到原始的問題了 那如果美斯真是不幸受傷 打不到世界杯 或者世界杯期間受傷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我很認同一些兄弟說呢 你不讓大巴拿打正選 你都最起碼選他進去 讓他打個後備啊 你說你不選這個熱切的拉美拿 我都還可以理解啊 因為拉美拿真的沒有什麼整體意識 但是你沒有理由不選有整體意識的大巴拿的嘛 那有人就說戴巴拿是受傷 那我就不是祖恩達斯內部的人士 我就不知道啊 但是事實就是 他對完熱刺入了一球 還要入球之後呢 連續三場的意甲 都是正選上陣 最後一場的意甲 還要入了兩球球 狀態大勇 三場的賽事打足 九十分鐘 完 那至於為什麼呢 他不能夠入選呢 那這裡呢 我就免得揣測了 那我也希望他真的受傷這麼簡單 絕對就不希望複雜到 是有人有心令到他不能夠入選呢 那但是如果啦 如果啦 如果啦 真是有人 是有心 不讓他入選的話呢 那在這裡呢 你一定要求神拜佛 戴巴拿 世界盃之前呢 就重傷了 長期受傷了 真的選不了 那而且呢 如果他不受傷的話呢 你又要求神拜佛了 祖恩達斯不會因為他呢 而拿到歐聯冠軍 那你還要求神拜佛啦 美斯呢 在世界盃裡面 完全健康 打完可以打的賽事 那另外啦 還要求神拜佛自己在世界盃呢 是懂得走線去第二名那裡 次名出線去避開百強的西班牙 那再求神拜佛呢 就是法國次名出線 避開你喔 那16強不會對法國啦 那再穩陣一點呢 就再求多一件事 就是葡萄牙呢 分組賽出局 這樣的話呢 阿根廷呢 也都不需要去到百強會見到 斯朗的葡萄牙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就是有神靈的幫助呢 那阿根廷呢 就很有希望入四強啦 因為他們呢 十六強最有機會的對手呢 都只不過是丹麥而已 因為這個呢 就是法國呢 就次名出線嘛 丹麥首名 那八強呢 也都是最有機會對埃及而已 因為沒有葡萄牙嘛 那究竟呢 法國有沒有機會次名出線 而葡萄牙又有沒有機會 分組賽出局呢 那不如啦 這裏啦 余亞下來的時間 就講到葡萄牙 還有呢 這個是法國 在這個禮拜的有賽裏邊的情況呢 那先講法國啦 其實呢 法國是有心用433的 也都表示呢 就是有心去嘗試用中短期進攻 嘗試破密集的 那這個心態呢 是可取的 因為他們知道了 他們知道自己打不到主攻了 他們整個國家裏邊呢 是接近沒有綠葉球員的 那一錄歐洲國家盃那邊呢 面對著密集 不斷老鼠拉龜 看完情況的啦 那而且呢 他們呢 今屆呢 在分組賽呢 裏邊的對手是丹麥和澳洲 那很明顯呢 都是會出現密集防守的情況 那所以呢 他們都是時候要想辦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了 那中短期進攻當然是一個方法來啦 那我都建議過他們呢 也都可以試一下4-3-3 中短期進攻啦 那這個密帕比可以做左邊的半主角 那另外呢 馬斯亞也都可以做一個有速度的支點 那右邊可以擺過是基斯文 也都可以不斷前插進去 那他們這個星期呢 的對手是選了 但是呢 哥倫比亞和俄羅斯呢 也都很明顯就是想練一下破密集的 那不過啦 他們就不幸運哦 不夠運哦 因為哥倫比亞和俄羅斯不跟你練哦 哥倫比亞和俄羅斯呢 就犯了防守上面的大忌 那後防線呢 深度完全不足 更加恐怖呢 就是俄羅斯三鳥自殺 這個俄羅斯呢 還要是壓迫加速比賽的節奏 那根本就不是玩死手 那法國就練不到兵哦 那這個呢 就是對手的問題啦 那希望呢 就是世界杯之前呢 會再找到個機會呢 再練一下中短期進攻破密集的啦 那暫時呢 來到這個階段呢 來到這個呢 就是三四月呢 我們還沒見到呢 就是法國真正呢 就是打到一場漂亮的中短期進攻破密集出來的 那所以呢 但是呢 法國在一八世界杯分組賽的旅邊 面對著密集呢 都是未知數來的 那如果呢 法國是次名出線的話呢 那阿根廷就必須要次名出線了 那他們兩個呢 才不會呢 在十六強那裡對碰呢 那如果他們真正在十六強對碰的話呢 那勝出的那一隊呢 就有機會八強見到葡萄牙的啦 不過呢 葡萄牙是不是真的這麼樂觀 入到八強呢 那看完兩場的友誼賽 就真的有點擔心啦 那講到葡萄牙這個禮拜的友誼賽呢 是失望的喔 首先呢 對著荷蘭那場呢 就排了一個根本沒有用的陣式出來的 那場球都可以說作廢的啦 浪費體能的啦 沒有用的啦 那對著呢 就是埃及的那一場的比賽呢 本來都可以說是練這個中短期進攻 但是就完全失敗了 練不到的 做不到中短期進攻的完全啦 那去到最後呢 就想贏 就變成了明賣明賣 就找斯朗屈基 其實呢 是浪費時間的 這些東西不需要練的 那場球呢 甚至乎我懷疑了 那教練的費蘭道山道士 究竟有沒有幫球員做過這個思想的準備 究竟有沒有呢 跟他們提及過中短期進攻 其實需要做半主角的這個工作呢 我見不到呢 就是這個祖奧馬利奧 和這個呢 就是白蘭道士說是嘗試做半主角的 那葡萄牙的情況呢 其實是令人擔心的 那你說呢 想用回16歐洲國家盃拿冠軍的 找手反擊策略 可以不可以呢 我都覺得懷疑 因為現在呢 他們的反擊速度是慢了 那當年呢 功臣之一的難尼呢 年紀又大了兩年了 那近期狀態不好的 那也都不是說有很搖眼的新人 可以接到班啊 那分組賽呢 那要對著西班牙 和要對著一定死守的伊朗呢 其實是會有暗勇的 葡萄牙 那所以阿根廷如果想葡萄牙出局呢 又不是真是沒有可能的 那來著這一屆的世界盃 我相信呢 美斯和施朗呢 都會是非常之艱辛艱難的啦 那他們兩個可能要不斷去幫國家隊呢 突破足球理論才可以啊 那他們這兩個呢 突破足球理論的鬥法呢 都算是今屆世界盃 其中一個焦點啦 好了 百露大軍都講完了 那希望呢 這一屆的世界盃呢 是會很精彩呢 那這裏呢 就要呼籲大家幫手 按一下廣告 按一下廣告 彈個廣告視窗出來的 因為這樣做的話 可以繼續專注呢 令到小弟繼續做這個頻道的 之外 也都大家可以繼續免費 看片 聽片嘛 那廣告呢 有多種呢 那例如呢 用電腦看的話呢 我片的裡面呢 就會有個Banner的廣告 或者片的右邊有廣告 按一下也OK的啦 那如果用手機看的話呢 那片的下面也有廣告 按一下它就會彈個廣告視窗出來的 那YouTube呢 還會時不時插入一段呢 片的廣告有聲廣告 那大家除了播完它之外 還可以在這條廣告的裡面呢 找廣告link 按一下它 那例如用電腦看的話 那條廣告link 會出現在左下角 用手機看的話 那條廣告link 會出現在這段廣告的右上角的 那希望大家呢 就幫幫手啦 那好啦 我們明天再見 開始呢 就說回球會的賽事啦 拜拜